从女人与你相处时设定的界限 你就能看出她是否对你感兴趣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对某个人产生兴趣的情况 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相处中 很多男性朋友常常困惑于如何判断女性是否对他们有兴趣 事实上,女人在与你相处时会在潜意识中设定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帮助我们判断她们是否对我们感兴趣 首先,女人在与你相处时会主动创造机会与你接触 她可能会频繁出现在你的视线范围内 或者主动找借口与你交谈 这种主动接触是她们表达兴趣的一种方式 通过与你的互动来增加与你的接触机会 其次,女人在与你相处时会表现出温柔体贴的态度 她们可能会关心你的生活、工作或者其他方面的情况 并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 她们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喜好和习惯 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关注和呵护 这种关心和体贴的表现是她们对你的情感投入的一种体现 此外,女人在与你相处时会展示出积极的反应和回应 无论是面对你的笑话还是分享你的喜好 她们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积极参与和回应你的话题和互动 她们会给予你足够的关注和注意力 显示出她们对你的兴趣和喜欢 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女人在与你相处时会展现出身体语言上的信号 她们可能会主动接近你 靠近你的身体距离 并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琴拍等方式来传递亲近和互动的意愿 她们可能会触碰自己的头发、衣物或者其他身体部位 这是以重前一时的表现 暗示她们对你的吸引力和兴趣 然而 这些界限并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和性格特点都有所不同 有些女性可能会更加直接和明确地表达她们的兴趣 而有些女性可能会更加含蓄和暗示性地展示她们的情感 因此 我们在判断女人是否对我们感兴趣时 需要综合考虑她的言行举止 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诚实和坦诚实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 如果你对某个女性朋友有兴趣 不妨直接与她交流 表达你的感受和意愿 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回应 无论结果如何 都要保持尊重和理解 记住 相互的感情和兴趣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投入 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 女人在与你相处时设定的界限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帮助我们判断她们是否对我们感兴趣 她们的主动接触 关心体贴 积极回应和身体语言上的信号都可以反映出她们对你的兴趣 然而 这些线索并非绝对准确 因为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和性格特点都不同 因此 我们应该在与对方的交流中保持开放和敏感 细致观察和倾听对方的言行举止 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和选择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建立在互相理解 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 如果你对某个女性朋友有兴趣 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真诚的交流和相互了解来建立更深入的关系 与其过度解读对方的言行 不如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与对方坦诚相待 只有通过真实的沟通和互动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感受和意愿 进而建立起更为稳固和美好的关系 无论判断女人是否对你感兴趣 我们都应该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决定 如果她对你没有兴趣 不要因此感到沮丧或自责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意愿 重要的是保持积极的心态 继续寻找与你相匹配的人 并相信在合适的时机会遇到那个与你心灵相通的人 通过仔细观察和倾听 我们可以从女人与我们相处时设定的界限中寻找线索 判断她们是否对我们感兴趣 然而最重要的是通过真诚的交流和互动来建立深入的关系 痛时尊重对方的选择和决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亲密关系 与心仪的人共度美好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